R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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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能鏡 更仔細說的話 這是55歲的一能鏡 不管是先天基因優勢 還是後天超能力保養 小編都不得不佩服一能鏡 真的保持得非常好 不過一定很多人認為 濾鏡下的產物可信度很低 所以這就為各位獻上 原始鏡頭下的一能鏡 長期在中國生活的伊能靜 千鎮子和女兒米粒手牽著手 出現在台北東區 七歲的小米粒身高約140公分 算是有遺傳到爸爸情號的好基因喔 他們身後還跟著一位攝影師 揭露母女相處的甜蜜時光 再換一個角度 伊能靜拎著伊卡愛馬仕 搭配吊帶造型的休閒褲 整體看上去俐落有心 散發出霸道女總裁氣息 這位霸道女總裁 能把真人秀拍得比戲劇 更有衝擊性 伊能靜撐第一 誰敢撐第二啊 我想的都是 我們兩個其實都對 角度不一樣 可是她會選擇家 我會選擇要想辦法生存下來 當然我也希望我是那個 有本事可以說 我要選擇家的小孩 可是我不是這樣長大的 所以即便我現在 就是即便我現在已經有能力 可以有人賺錢給我花了 但是我不會享受媽媽 CUT 小便看到差點忘記自己在工作 如果一方萬億 還是趕快把鏡頭交換給現場畫面 伊能靜帶著米粒走到東區主名地標 東區粉圓Desk 準備用甜品收服米粒的胃 我在珍珠兩地花園對不對 珍珠地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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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煉乳很好 同款菜單各位值得擁有喔 接著伊能靜也幫攝影師大哥點了一碗 結帳的時候也是由他幫忙買單 是說東區粉圓現在一碗已經要70元 銅板價的年代早就一去不復煩熱 感嘆歸感嘆還是把重點放回伊能靜身上 補充完糖分之後 他們又來到附近的超商準備補充水分 伊能靜幫米粒買了Snooby 與伊雲礦泉水聯名的超kawaii瓶裝水 之後他們走出超商走到路邊攔車 結束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小朋友的快樂就是如此簡單 最後三個人一起搭上計程車 從咱們的視線裡消失的無影無蹤